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方美之行 当地时间的9月26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 并发表题为 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席强调 国际社会要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 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努力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 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 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 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 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 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 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 习近平强调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共同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 在教育卫生妇女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60多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共享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 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 面向未来 中国将继续秉持 毅力相间 以毅为先的原则 同各国一道 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 做出努力 为此 我宣布 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首期提供20亿美元 支持发展中国家 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 力争 2030年 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截止2015年底 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习近平还宣布 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同各国一道 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 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